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衡了半天 搞到中午 还凑出一点点时间 就有点仓促 不过我还是很用心的 昨天都po了一些细节的照片 在William Liu还有大师宝藏 大师宝藏 这两个单元在FB上都可以找得到 脸书上都可以找得到 对照着看 我们这边镜头上看一个大概 看一个轮廓 今天介绍主要是三件高谷鱼 而且非常难得的 一个坑出土的 一个坑出土的 三件三代的玉雕 大家知道 三代的玉雕有名了 三代的玉雕就是我们最早的文化期 最早以前就是什么新时期时代 我们在夏商周以来 除了青铜器有名 还有就是玉雕 我们从什么证明呢 富豪墓 伤王武丁的太太 也是伤王武丁的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那个议员 就是猛将 富豪 富豪墓出土了 玉雕跟青铜器 尤其青铜的什么 兵器 相当的有名 青铜器 今天我们不是重点 大家跟各位知道 青铜器在那个时期 商周的青铜器是最有名的 夏商周 我们去台北故宫 你看青铜器的展览 夏商周的青铜器 那种威严 那种仪式感 非常的让人 你进青铜器的那个展厅之后 你就会有那种树木感 有种树然其境 不会让你轻挑 因为那个时间用了青铜器 除了也可以作为什么 生活用器 王者之气 真的是标准的王者之气 很重要 它是礼天的 多半都是什么 绝大多数都是礼器 所以礼仪的观念 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 我们透过青铜器就可以看得出来 建立这个制度是在西周时期的文武 周公 周公时期 智礼作乐 所以到了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或者是玉器调根都中规中矩的 符合理智 商朝的时候呢 就有礼器了 礼天的 礼器 包括我们眼前有这两件 也是属于礼器类的 我们怎么看 我等来教给各位看 从青铜器上的造型 到玉器的造型 我们都可以反推 富豪木出土了 玉器有755件 渐渐精美 所以商代玉器调 讲到了富豪木 哇 那简直是华丽至极 富豪本身他也喜欢玉 本身他也能争善战 我记得我们以前出差 比如我出差到欧洲 我回来就带一些欧洲的小礼品或者小收藏 有些馈赠给同事 有些什么 自己留着收藏 我去美洲一趟就带点美洲东西 去日本东营一趟就带别人 这必然的 打仗更是如此 打仗会有些战利品 所以富豪能争善战 他那时候也收挂了相当的一些战利品 包括一些玉石类 所以他的玉器非常的精彩 好 那我们今天 还原到我们这三件群 我们这同一个坑出土的 玉石接近 雕工也接近 年代也接近 但他中间有的趣格 所以商代的人重视鸟 为商的始祖 商的祖先 是谁 是契 契约的契 契约的契 契 商的祖先 契 神话故事传说 气的母亲 就是在山边 捡到了一颗鸟蛋 吃了这个鸟蛋之后 就怀孕生下了气 所以在诗经上 天是吧 天命神鸟降而生伤 天命玄鸟 这个玄就是黑色的大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伤 天命玄鸟降而生伤 出自于诗经 所以鸟是商代人的祖先 这是一种传说 当然那时候传说是非常的多 不一而足 在这是一个重要的传说 这商代鸟有各种造型的鸟 包括有鹦鹉造型的 有骁造型的 鹦鹉跟骁之间 有相当的一个什么 一个共通性 都是钉子嘴 就带倒钩的嘴 我们养过鹦鹉啊 鹦鹉养过 骁你没养过 我养过 猫头鹰我真的养过 我大女儿刚出生的时候 刚会走路吧 我太太那时候在杨明山军情校 军情校那时候还是一片荒凉 在后山上 他们老士官抓到的 野生的 骁就是猫头鹰 送给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在鹦鹉室当护士 他们都平常跟他们处的都不错 照顾一下老士官拿药的时候 都给他们一点关心 他们对我太太有时候 装了小鸟装什么 都顺口太太 我太太就带回家来 我来负责照顾 所以我养过 鹦鹉更不在话下 都养过很多了 我深深了解他们的习性 我再进一步的再讲到凤 我看早上有朋友 王医师很热心给我留言 凤 在商代的凤 富豪莫出土的唯一的一件凤 就是像个什么 人的造型立在那个地方 立在那边一个造型 长长的尾巴细细的身躯 身体做一个什么 弧度的一个现场 那非常美 现场非常的美 那是凤的一种形式 比较接近现代的形式 但那种形式的凤 不建筑于青铜器 换句话 那种凤的形式 不是一种礼器 直接讲白了 跟各位讲 它不具备什么 什么沉字眼 什么初己 各种现象 所以它在那种身躯 细长的身躯 也不能融武 所以它没办法 摆在青铜器上面 所以那是一种特例 它多半的鸟 就长得像我们这样 多半的凤 早期的凤 身躯的 凤是凤跟龙一样 都是各种什么 降瑞动 急于一身 越到了晚期 明清 尤其在清晚期的时候 那凤就变成什么 地质 就变成山鸡了 很华丽多彩 甚至很长长的山鸡 治鸡的形象 然后再综合一些什么 凤冠 各种 基本上它的原型是以地质 可是在商周 商代时期的凤文 就是我们眼前的这种 以销 就是以猫头鹰为蓝本 再添加上去一些元素 所以那个时候的凤 是长得这样 所以我说它凤也对 说它是销 也没有错 所以你看青铜礼器 在商代青铜礼器上 有什么 有销尊 有西尊 有销尊 销尊 那就是一种凤的一种精神 它就是一种凤的概念 但各位讲 它这个带钉字口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这个销 除了这个凤 还有就是猫头鹰 不是猫头鹰 那个叫鹦鹉 鹦鹉 猫头鹰 就是销 还有凤 都是这种钉字口 的造型 这是一个 其一我们今天讲的 我说它是一件礼器 玉器的礼器 因为它跟青铜器的造型 就很接近 跟青铜器的那个什么 销尊 再加上陈字眼 陈字眼 通常等级都比较高 通常都是礼器 一个是 我刚才讲 它钉字口 在道沟的钉字口 一个陈字眼 第三个呢 它身上的初级 它初级的地方 就代表的是 毛 毛法的一种概念 毛法的一种概念 而且代表的是 一种什么 神力 一种权力的扩张 它有点什么 我们讲的 这个 头脚真笼 有那个真笼状 就是看起来 刺刺歪歪的 很有名的 三晚期的青铜器 四阳方尊 跟我讲的 那就是四初级 那就是四初级 就是初级 像它背后的这个裂毛 所以你把它当作 销可以 你把它当作凤 也可以 早期的凤 就是以销做蓝本 当作晚期的凤 晚明晚清的凤 就是以地质 作为蓝本 青铜器的时候 除了有销 销型的凤 还有销的销针 这种概念 都是一种凤的 一定有凤的概念在里面 好 第二个 我再讲的 回首的 这个很漂亮 线条很细腻的 这个我倒不觉得 它是一个理气 我觉得它是个个人 喜爱的一个配件 所以就是什么 圆形的眼睛 它不是成字眼 一个不是成字眼 第二个 它线条流上 没有初级 这通常来说呢 我把定位成天鹅 你说天鹅也可以 你说它什么 鹅也可以 还有你说它是什么也可以 对了 大燕 它有点大燕的味道 但是你天鹅来说的话 感觉上 古人喜欢燕 古人喜欢燕 什么事情都要问燕儿 燕的这种 燕的这种善良 燕的这种团结 燕的这种 牺牲小我 各种的精神融合在里面 所以对燕 对大燕的这种 或者是天鹅 这一件龙纹呢 这两件鸟纹 都是商代 我们讲 天命玄鸟 什么 酱儿生生 龙纹是 中国历代 从皇帝开始 就是中龙 皇帝之前有没有 有 皇帝之前的 就是东北那边的 内蒙古那边 红山文化 比皇帝时间还要久 还要早 那就有西行龙了 有西行龙 还有猪龙 造型 不一而诸 商代的这个 带一点西行龙的味道 也带一点 玉猪龙的味道 它这是一个摇尾龙 但商代的龙 它那时候还没有定制 它还是有什么 很多元性的 事实上商代的鸟 也是多元性 我讲 光讲了凤 就有两个造型 一个细细长长的 不见诸于青铜记 只有在玉记上 单独显现出来的 那种是一种凤鸟 富豪木出土的唯一内戒 但内戒是个孤立 它多半看到鸟都像我们 多半看到凤都像我们 它有肖的造型 跟它那个初级的状态 而且富有陈子也 所以有这几个特征的多半是比较理气为重 那我们这件也是陈字眼 这件龙 龙纹的造型 显尾龙 腰尾龙 哇 非常漂亮 从它的玉子也是这三件里面的 玉子里面 虽然同一类型的玉子 但它的玉子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很重要的是它们身上的纹饰 我先给各位照一下 等一下那个冲往这边 还忘了 马上还要接回小圣灵 各位看 非常漂亮 它的那个包姜 三千多年的东西 超过三千年 三千多年的东西 你看它那身上包姜 这没有什么去盘它 只是 怎么样 我要做研究的时候 拿出来的时候 因为看电视的时候 因为什么 顺手盘 简单的盘一下 它就马上那个 银润感 那种包姜感 那种什么 油腻感 就包了一层薄膜的那种感觉 那个叫做包姜 那个叫做包姜银润 像这个我才待了几天而已 这个龙纹 这两件没有拴绳子 我没有带 顺手 看电视的时候 戳了一下 它的那种 包姜感 就出来 这就是真正的老东西 真正的老东西 我跟你给我讲 它的包姜的感觉 皮壳的现象 骗表人 我们再讲 它身上的造型 我们刚刚讲过了 造型 不要看它那个造型 它那个造型都是什么 圆中带方 圆中带方 这就是标准的什么 商代玉气的特征 也是商代的青铜气的特征 相对来说 比较什么 比较 比较 比较头角真容的那种感觉 相对别的潮代的 青铜气 玉气 它显得比较头角真容 显得头角真容 不是那种什么 规规矩矩 所以它艺术的那个张力感 特别强 但有那种什么 野性 不是西周的时候 已经显得驯化 字里作乐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看在商跟周 虽然是两个潮代黏在一起的 可是那种玉雕的那种感觉 是迥然不同 青铜气的 懂得的人看法 也是迥然不同 就从它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特征 好 最后一点 我再讲它身上的这个线条 最后再讲它身上的线条 它身上的纹是 这叫做什么纹 陈志远大家都晓得是商代的 作为鉴定商代的动物 或者是人雕或者动物 主要的一个特征之一 那不绝对是西周早期的也有 西周早期的也有 但是这个造型一看 就是商代的 早上有朋友跟我说 这是他认为是西周的 不是西周的 其实他一眼就看出来 西周的那种感觉上 必须要走比较秀丽的路线 有这种张力 这种霸气的 这种感觉的 一看就是商代 很多的特征都不一而足 我在讲 它身上的纹饰 这叫做什么 这叫双钩几阳线 各位记得 这个专有名字 那商代的预计器上 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线条 商代也有英科线 英科线它用的是什么 它是用了什么 那个叫做 钻头 我讲的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呢 它的那个工具 是像个糊 我们吃了橄榄糊 就类似像这样 那英科线 这英科线都比较宽阔一点 这个双阴几阳线 双阴几阳线很密 就是0.1公分 0.1公分的距离 这种双阴线 中间它变成双阴几阳 中间的就变成一个阳线 两边的是阴线 双阴几阳 当然几的那个阳线 这是尾阳线 为什么尾阳 它没有高地面 它跟地面一样高 它的视觉效果上 因为双阴而且很窄细的阴 所以显得它这个什么 把它拱起来的感觉 像它是平面 所以尾阳线 那叫双阴几阳线 是商代特有的 而商业商代高级玉系上 比较容易用 商代的粗的玉的上面 还没有不见这种纹事 因为跟它的工具 它当时用的最先进的工具 最薄最利 那叫做什么 勾驼 我们驼具 我们他们这样讲 用单阴线的那个河驼 那个河驼比较顿 就是河驼 我讲吃的核桃的河 河驼 这个叫什么 勾驼 就带勾子那样 锋利的 极为锋利的 它才能在0.1公分里面 切两条线 各位 所以它的那个工艺难度非常高 它在高等级的这种商代 商育上才见得到 所以我刚才说 我敢说 这两件 中间在这一件 我不敢断然 说或许也是 这两件 一个龙文 一个凤文 绝对是什么 礼器 它不单是可以作为配饰用 它也可以作为礼器用 跟老天爷沟通了 或者是礼尽上仓的 从他的成字眼 从他的丁字嘴 从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 初级 就是头角真容的这种状态 霸气的成绩 还包括他身上的双阴挤阳线 双阴挤阳线 这就是高等级的 尤其是礼器的玉 商代的礼器玉 它有的这样的一个共同性 所以它美不美 美 艺术感强不强 强 但是你要试获得 你要懂得 甚至于商代的玉雕 可以跟什么 它的青铜器 青铜器最好的就是商代 最具艺术性 最具艺术张力 最具有美术效果 最具有那种什么 仪式性 最具有威严性 最具有霸气 最具有礼仪性 商代的青铜器 所以商代的玉器 跟青铜器风格接近的 基本上等级都是相当的高 而且作为一致用的可能性 都相当的大 包括再两边 双阴挤阳线 它的初级的现象 包括丁字口 臣字眼 不遗而住 而它很奇特的 它这个片雕 可是它已经有圆雕的那种影子在 它那个片雕的 比较厚的片雕 它中心是什么 略为鼓起 一直到旁边 慢慢慢慢的 斜坡撞下去 给它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边缘的厚度 所以给你戴起来 拿起来的手感的感觉是很奇特 非常的好 甚至于力也可以把它 只要它底是平坦 力都可以力在那边 所以它已经有一种什么 随身配戏的 也可以当做一个橙色 也可以作为礼仪之用 它能给大家那种感觉 是一种商代所特有的那种自信 跟商代所特有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格 我们介绍的这三件玉器里面 同一个年代 同一个坑出土 但它的造型不同 那时候的龙纹也没有定制 记得早期的龙跟凤头是多元化 它越到了后来才 一个朝代一个朝代 龙缩龙缩龙缩 它把它才作为一个定制 到了明清的龙 明初的龙就怎么样 明代的龙跟元代的龙 差几年的光景而已 就是不一样 明初的龙跟明晚清的龙 又不太一样 明晚清的龙跟康庸前 清三代的龙 清三代的龙跟晚清明过的龙 看龙可以分年代 看龙可以看一个朝代的新衰 甚至凤文龙凤文 是最好的一种代表性 中间的这一件 虽然不把它列为礼器 礼器欲 但是它是有那种 跟那种 跟富豪木出走的凤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这那种线条的那幅度 就非常的圆容了 就是已经到了后期 西周后期 才有那样的一个线条 才有那种 你注意看它的线条 它的线条来说 就不会有三代线条那么的硬 还对 还在介绍一个铁折线的概念 有人问我 所谓的铁 双心挤阳我刚才也讲 还有一个铁折线 记住我们国中初中的时候 我们就上工艺课 我记得用七包线 就用铜线 七包线我们熬那个造型 对不对 我们都做过这个功课 熬那个 因为它是金属的 它再柔软 它还是有一个韧性硬度 所以它的转折的地方都比较硬 它没办法转得跟 跟那个笔画的 这么样的一个柔和 那个就叫做铁折线的概念 商代的 玉器的线条上 就带有铁折线的概念 甚至于它的青铜气上 甚至于它的造型上 都带有铁折线的这种概念 这种欣赏商玉 跟欣赏商代的青铜气 就必须要知道 这种线条的方什么 方中取缘 缘中带方 这是它的一种 时代的一种特征 时代的一种特色 好吧 我们这个 今天匆忙时间了 哇 再给各位照页 我们挤出来这么样的一点时间 跟各位做分享 因为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讲到玉器 玉跟我们中国的息息相关 玉字边的字有多少 各位可以去查一查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有多少 玉字边的字 就是中国人的玉的观念 君子无故 玉不去生 孔子之前的商代就有 商代就有 而且作为礼仪之器 也可以作为随身的配饰 而且它的什么 多样化的造型 就是丰富了它的这种文化 也丰富了它的这种 艺术的表现力 好 我们今天就有这三尊 我们礼器嘛 三尊 动武龙凤 造型的玉器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